他将由首相来决定 顾尤丁今早为国际物理企业颁奖纪理主持推荐理由表示 他只是接力首相考虑是否能在2006月之前进行职权移交 这并不能算是一个错误 看法后再发表建议的言论 因为首相特带在2010年才交往 一种恐怕西班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才对国家进政策 至于在党内的去留问题 他表示一切交由首相来决定 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犯错 没有必要进行戒罪 非外正对前走向封马哈提医生重新入党的课题 顾尤丁透露 双方还在下场当中目前还有原定入党和日期 法律部进入出方其中不报道 台湾精彩的消息 时日美国银行和英国阿特兰银行 也放弃收购产判 于是美国美曼总理公司银行将原播申请破产之后 原住世家商业公司银行将会付款一个财款 以提供了700亿美元的贷款资金 救度进入困境的金融机构 防止美曼总理的保利 迁连全球的金融市场 由于美国重新积者为收购美曼总理 采访场上下场 第一号 好 好 太好了 frustrated 喇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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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